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人坠哑身亡 本就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 老父亲痛苦一生 一份保险单又让全家人看到希望 保险单里出现一个陌生的受益人 女人生前的秘密也由此解开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邹游法官即将为您讲述 陌生的保险受益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法官解案 在南方某镇 每个月的赶集日是镇上最热闹的一天 很多村民们都喜欢去集市上凑凑热闹 逛一逛也顺便买点生活用品 生活在这儿的孙大柱一家也不例外 这天的赶集日 孙大柱一如往常和女儿孙娜带着外孙女一同前往 一路上啊 外孙女在前面嘻嘻闹闹的跑着 孙大柱和邻居边走边聊 谁也没注意到走在队伍最后的孙娜 这时忽然有人大喊 不好 有人掉下山崖了 孙大柱心里一惊 发现自己的女儿孙娜已经不见了 他发了疯似的跑过去一看啊 掉下山崖的正是自己的女儿孙娜 当孙娜救上来的时候啊 已经没有了呼吸 孙大柱哭天呛地 他怎么都想不明白 跟在自己身后不过十来米的闺女 怎么突然就掉下去了呢 孙娜呀 是孙大柱唯一的孩子 孙大柱和妻子老来得子 对宝贝女儿孙娜呀 宠得不得了 孙娜呢 从小到也温顺懂事 大学毕业后啊 为了照顾父母方便 就留在了镇里的一所中学里教书 之后啊 女儿孙娜便与女婿假墙结了婚 不久就生下了外孙女 小两口刚结婚那会儿啊 女婿假墙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 虽然收入一般 但为人勤奋 爱妻顾家 乡里乡亲的都说孙娜找了门好亲事 孙大柱老两口心里啊 乐开了花 从孙大柱家去镇上的集市 必须得经过一条紧挨着深沟峭壁的乡间小路 一侧是陡峭的山壁 另一侧呀 就是大山沟 孙娜总是对父亲嘱咐道 爸 您可别单独去赶集啊 您眼神不好 路过那条山沟时一定要当心 因为放心不下 孙娜只要有时间 就会陪孙大柱一起去赶集 尤其是孙娜结婚后 每月的赶集日就成了老两口与女儿相聚的日子 可令孙大柱没想到的是 这次赶集日的相聚竟然成了永别 出事以后啊 公安机关到现场侦查 很快就排除了他杀的可能 可由于事故现场没有监控摄像头 经过调查 也没有发现孙娜有类似遗书或自杀的倾向 最后 公安机关认定 孙娜属于意外死亡 对于女儿的意外去世啊 孙大柱始终不愿意相信 他不断回想和女儿相处的时光 越想越伤心 越想越难过 他忍不住哭喊着 老天爷呀 你不公平 我女儿这几年已经够苦了 你现在连她的命也要拿走 你也太狠心了呀 孙大柱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啊 小外孙女刚满两岁时 女婿假强工作的汽车修理厂就倒闭了 这原本也算不上什么特别大的事 男子和大丈夫工作没了 可以再找 可不成气的女婿却迷上了赌博 短短几个月功夫 不光把家里所有的积蓄输光了 还欠了一屁股赌债 为了躲避上门要钱的人 成天在外面东躲西藏 直到深夜才敢回来 为了生活不受影响 孙娜只好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之后啊 孙娜曾试探地对孙大柱说 爸 我和贾强过不下去了 我想离婚 孙大柱一听就着急了 你这说的啥话 哪有夫妻俩一遇到问题就离婚的呀 你俩要离了 那娃娃怎么办 要是乡里相亲的知道了 我老孙家的脸往哪搁 再说了 你也不能一直住家里 村子里啊 已经有人说闲话了 你差不多就带着孩子回去吧 和贾强好好聊聊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孙娜是个孝顺的孩子 她非常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 所以决定再给贾强最后一次机会 而贾强的态度也一改往常 她承诺不再赌博 马上去找工作赚钱 甚至还主动写了一份保证书 那么贾强真的喜心革面了吗 原来啊 孙娜带着孩子回娘家这段时间 由于没人供着贾强吃喝 贾强只能到处蹭饭 还要随时躲避讨债的人 日子呀 过得更苦了 所以这次孙娜提出和好 她求之不得 经过反复商量 小两口决定把他们镇里唯一的房子 抵押出去 先还赌债 之后啊 再慢慢还银行的钱 孙大助听了呀 很是欣慰 她觉得小两口能和好 她这个当爹的拦着女儿离婚 算是做对了 可是呀 贾强并没有真的改过自新 这才刚出了打牌赌博的坑 又上了网络游戏的套 新工作没干几天 就开始抱怨工作辛苦 工资还低 不到一个月功夫就又回家闲着了 成天只知道上网打游戏 还经常偷拿孙娜的钱买游戏装备 不仅如此 贾强还沾上了酒饮 成天喝得醉醺醺的 有一次 三两酒下肚 他甚至耍起了酒风 把孙娜给打伤了 这一次可把孙大助气坏了 女儿可是他的心头肉啊 没想到贾强竟然这么不知悔改 而且呀 还变本加厉 老孙家那点面子 不要也罢 女儿要离婚就离吧 反正女儿有稳定收入 老两口啊 在帮衬帮衬 把外孙女攻到大学毕业 不成问题 可俗话说呀 福无双至 祸不单行 外孙女在学校体检时 却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孙大助又犹豫了 外孙女那病终生都得治 老两口年纪大了 总要先走一步 要是女儿离了婚 一个人拖着个病孩子 今后的生活可怎么过呀 思前想后 孙大助决定亲自找贾强说理 女儿女婿婚姻破裂 父亲极力劝说二人和好 不料发生意外 女儿留下一份高额保险单 受益人中竟然有一个陌生男人 这个男人到底是谁 他和女儿究竟是什么关系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邹有法官正在为您讲述 陌生的保险受益人 面对孙大助的责骂 贾强非但没有生气 还态度诚恳地承认自己做错了 这让孙大助觉得 贾强也不是完全不可救药 再怎么说 外孙女也是她的亲骨肉 这次外孙女得了这重病 贾强也应该改过自新了 这婚啊还是不能离 于是在这次赶集日前 孙大助决定再做做女儿的思想工作 女儿民事里应该能明白 这其中的道理 她用商量的口吻对孙大说 不是说事不过三吗 要不就再给贾强一次机会吧 这一次 孙大始终没有抬头看父亲一眼 她沉默了很久 最后只是轻声地说了句 爸 我知道了 想到这儿 孙大助一个机灵 莫不是自己拦着女儿离婚 女儿情绪受了打击 心不在焉 精神恍惚才出的意外 要是当初自己没有拦着女儿离婚 女儿是不是就不会死 如今啊 女婿是靠不上了 自己也一辈子种地 哪来的钱给外孙女看病 供她读书 没了女儿的孙大助 魂也没了 病倒在床 整天满面愁容 这一天 孙大助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找东西 竟意外地发现了一张 由女儿亲自投保的人生保单 投保费用五万元 其中意外身亡的保险金 更是高达两百万元 女儿什么时候买了这份保险 投保金额五万元 可不是小数目 女儿为什么花那么大笔钱买保险 可最令孙大助不解的是 保险单的最后 由女儿亲笔填写的受益人中 自己和老伴受益百分之二十五 外孙女受益百分之五十 里面没有提到女婿贾强的名字 却是赫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 李宝华 这李宝华又是谁 为什么女儿也让他受益百分之二十五 一连串的疑问 搅得孙大助心神不明 思前想后 他决定先想办法找到李宝华 搞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 然后再向保险公司理赔 可没想到 这个时候 李宝华竟然主动找上了门 孙大助一开门 就看到一个戴着一副眼镜 穿着衬衫的中年男人 正当他打量着面前 这个一脸斯文的中年男人时 男人主动开了口 说我是李宝华 孙大助一听来认识李宝华 立马就急了眼 他赶紧一把抓住李宝华的手说 李宝华原来就是你 你快告诉我 我女儿和你到底什么关系 据李宝华说呀 他和孙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中认识的 两人一见如故 开始频繁联系 李宝华和前妻早没了感情 他觉得孙娜才是真爱 而孙娜也需要一个人 来倾诉自己的痛苦和烦恼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的感情也越加深厚 李宝华提出了和孙娜 一起生活的想法 并承诺一起抚养孙娜的孩子 不仅如此 为了表示诚意 李宝华自己先离了婚 这让孙娜非常感动 他也答应李宝华会和贾强离婚 等自己料理完离婚的事情后 两个人就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可是由于父亲孙大柱的阻拦 孙娜迟迟没有把离婚这件事付诸行动 两人经过一番长谈 孙娜终于是决定 马上回去找贾强摊牌 然而刚一进门 孙娜就被眼前的画面惊呆了 只见贾强倒在地上 旁边还有一滩鲜血 孙娜心里害怕极了 她赶紧掏出手机 叫救护车 把贾强送到了医院 经过诊断 医生说 贾强得到是肺癌 听着医生的话 孙娜心里是百感交集 她下定的离婚决心又动摇了 她是个善良的人 也在意别人的眼光 她没法做到 在得知自己的丈夫患癌后 还去离婚 兑现和李宝华的约定 于是孙娜找到李宝华 请求她再给自己一些时间 等丈夫的病情稳定一些 再离婚 然而李宝华却无法接受 她自己已经离了婚 可孙娜还是选择回去 照顾自己的丈夫 她心晦意冷地说 既然这样 那我也想明白了 我等不起你 我们俩也不要再见面了 孙娜愣在原地 她还想再说点什么 但最后啊 什么都没有说出口 之后啊 两个人就完全失去了联系 直到不久前 李宝华接到了朋友的电话 才得知 孙娜出事了 恶号传来 天人有格 李宝华无比后悔 自己当初的绝情 她本来只是毒气 想着过段时间 等自己冷静了 再去找孙娜和好 没想到意外就发生了 李宝华觉得对不起孙娜 她很想再为孙娜做些什么 李宝华对孙娜的家庭情况很了解 她清楚 孙娜死后啊 她的父母和孩子之后的生活 肯定是没有保障的 思前想后 李宝华决定 还是去看望一下孙娜的父母 哪怕只是以朋友的身份 问问他们还需要什么帮助 毕竟啊 这是现在她唯一能为孙娜做的了 于是 李宝华主动来到了孙大柱家 知道了真相后啊 孙大柱久久回不过神来 女儿的死像一把匕首插到了她的心上 以至于她都没有意识到 女儿沉默寡言 的确是有段时间了 对于女婿假强患病的事 孙娜竟然只字未提 对李宝华的事 她更是全然不知 孙大柱难以想象 女儿在死之前的几个月 是怀着怎样的心情 去独自面对和消化女儿患病 丈夫患癌和爱人离开的 想到这儿啊 孙大柱决定把保险单的事 告诉李宝华 她缓缓走到床头柜前 拿出保单 交到了李宝华的手中 李宝华盯着保险单看了良久 她本以为 在这段地下恋情中 只有她自己在付出 可孙娜却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把她列为了保险单的受益人 她十分懊恼自己现在才看到 如果早些看到 是不是自己就不会那么决绝的 和孙娜分开 毕竟啊 她心里从未忘记过孙娜 李宝华痛苦万分 孙大柱看到这儿啊 也哭了起来 等两个男人冷静下来后啊 就商量着应该赶紧去对付这份保单 李宝华对孙大柱说 书孙娜给我留的这25%的份额啊 我一分不要 等咱对付了这钱 您就都拿着 今后孩子用钱的地方 人民法院周游法官正在为您讲述 陌生的保险受益人 有了李宝华的帮忙 孙大柱算是有了主心骨 他们向保险公司提出申请 要求保险公司对付孙娜的保险金 可是他们不但没有等到对付的保金 还收到了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的通知 保险公司的拒赔令他们气愤难耐 既然投了保 人也没了 哪有不赔钱的道理 无奈之下 他们只好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这起案件呀 由法院的王法官进行承办 按理说 公安机关出具了被保险人意外死亡的证明 的确呀 也发生了保险事故 保险公司就应该按照保险合同进行理赔 可没想到的是 宿便双方在停钱交换证据过程中 就一直争论不下 各执一词 不但如此 保险公司还提出了解除保险合同的反诉请求 这究竟怎么回事呢 原来呀 由于孙娜投保的金额很高 保险公司曾要求孙娜填写过一份高保额财务问卷 用于评估被保险人所需保额 这份高保额财务问卷是保险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孙娜亲笔填写的高保额财务问卷中显示 孙娜呀 是现成某茶室的经营者 并拥有一处面积为2000平米的房屋 年收入40万元 由于孙娜投保的金额为5万元 因此呀 只有年收入超过24万元才能投保 为了证明收入情况 孙娜呀 向保险公司提交了现成某茶室的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卫生许可证 以及现成某房屋的产权证明复印件 并因此得意顺利投保 孙娜出事以后 保险公司调查时竟发现 孙娜投保时提供的材料都是伪造的 孙娜既不是茶室的老板 也不是2000平米房屋的所有人 而年收入40万元更是子虚乌有 不仅如此 保险公司还认为 孙娜坠牙身亡的原因可能有蹊跷 因此拒绝理赔 双方交换完证据后 案件的承办人王法官 对本案进行了详细的梳理 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材料 可以证实孙娜伪造财产证明 购买保险的事实成立 可以认定孙娜在投保时 未尽到如实告知义务 说到这儿啊 有必要向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 如果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又将导致什么后果呢 这个呀就是本案所涉及的法律知识点 保险人和投保人定立保险合同 必须做到最大诚信原则 投保人应当将投保时 所应了解的情况 如实地向保险人进行告知 这个呀是定立保险合同的前提和基础 也就是说呀 投保人应当确保 其所提交给保险公司的材料 为真实的有效的 保险公司基于投保人提交的材料 进行审核 从而决定是否与投保人 签订保险合同 如果投保人未能提供 真实有效的材料 未尽到如实告知义务 定立了保险合同 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险法第16条第一款的规定 定立保险合同时 保险人就保险标的 或被保险人的相关情况 进行询问的 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第二款规定 投保人应故意或重大过失 未履行前款规定的 如实告知义务 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 是否承保或提高保费的 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本案中 损纳保险合同 保险费用的高低 和保险金额的大小 与其收入状况直接相关 也就是说呀 如果没有伪造的40万元收入证明 孙纳就绝不可能获得 高达200万元的人身保险 孙纳伪造财产证明的行为 在主观上是故意 客观上实施了伪造行为 其目的就是获得与其真实收入 绝对不可能获得的高保额保险 这个行为在本质上 已经违反了保险合同的 如实告知义务 可是保险公司也有材料 审核不严的过错 这种过错 虽然不能在法律上进行评价 但由于孙纳已经死亡的客观事实 对她的家人来说 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停前交换证据过程中 原告一方的情绪就非常激动 如果法院直接判决 原告一方肯定不会服判悉诉 为了进一步了解案件情况 承办人王法官还邀请保险公司的负责人 一同前往孙大住家进行实地调查 孙大住老两口带着外孙女 住在不足40平米的房屋内 生活清平 孙纳和丈夫的婚房 因为不能偿还银行贷款 银行也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面对孙家的现实情况 王法官决定先尝试进行调解 经过多次协商 保险公司最后同意 按照解除保险合同的程序 退还孙纳的投保费用5万元 可是对于这一方案 孙大住和李宝华并不接受 他们始终坚持就算那些材料是伪造的 保险公司也有审核不严的责任 现在人都死了 即使不能赔偿200万元 也不能仅仅只是退还5万元保费 他们始终坚持通过法院的判决 得到的肯定比5万元多 既然调解不成 王法官只好对案件进行开庭审理 通过依法判决来确定双方 孙是孙非 最后啊 何一廷一致认为 孙纳死亡的后果 和他家人的生活状况 固然令人同情 可法院的判决 对公民的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 有价值指引的作用 如果法院酌情判决 保险公司向孙大柱一方 承担了赔偿责任 这不仅啊 违反了法律的明确规定 还会使更多的人 铤而走险 违规投保 法院最终判决 驳回了李宝华 孙大柱等人的 全部诉讼请求 今天的案例讲完了 孙纳年纪轻轻 却意外坠亡 的确啊 令人惋惜 可更令我们深思的 是他婚姻和家庭的悲剧 为了做个好女儿 好妻子 好妈妈 孙纳一次又一次 做出了违心的选择 然而随着他的离世 他的父亲 没了女儿 他年幼的孩子 没了妈妈 而他的家庭 也已经支离破碎 我想这一切 都不是他想看到的 无奈也好 压力也罢 孙纳死之前的所思所想啊 我们不便妄加揣测 可是他通过伪造财产证明 骗取保险的行为 却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他还活着 他的行为可能已经涉嫌犯罪 而受到惩罚 因为他的违规投保 孙大柱和李宝华 最后没有获得一分钱赔偿 相反 随着他的离世 和抽屉里这张 永远无法理备的保单 让他的家人们 永远地活在了 对他的思念 痛苦和悔恨当中 好 真实案例 法官视角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离异女子患有妇科病 很难怀孕 难有想到一个办法 孩子顺利出生 却遭到女子女儿的虐待 未婚男女代孕生子 是否合法 这样的亲子关系 该如何认定 代孕儿子遭虐待 法律讲堂 下期播出